台北市政府线上教学影片 国中公民科 新兴的家庭形态 主讲廖宇凡老师 今天要带大家看到第一册 第三课 家庭生活 重点 新兴的家庭形态 本节的学习重点主要有两个 第一 能认识新兴家庭形态的种类 第二 能说出新兴家庭形态的特色 在上一节课 我们为大家介绍了基本的家庭形态 由小家庭 折中家庭 以及大家庭 所谓的小家庭指的是一对夫妻及他们的未婚子女所组成的家庭 称之为小家庭 而折中家庭则是由刚刚所说的小家庭成员 再加上 再加上 主父母或外祖父母所组成的家庭 称为折中家庭 那么 大家庭呢 则是由数个 具有血缘关系的家庭所组成 家庭成员 包括了 主父母 父母 子女 以及其他亲属 在正式进入课程之前 我们要请大家先思考一个问题 假设啊 今天有一个男生 一个女生 相恋 结成了夫妻 而这一对夫妻啊 结婚多年 都没有子女 家里就只有他们两个人 大家想一想 这样能够算是家庭吗 又是属于哪一种的家庭形态呢 嗯 答案当然算咯 只是啊 这样子的家庭 不属于我们之前介绍过的基本家庭形态 那么 究竟像这样子的家庭称为何种家庭呢 则是我们今天会跟大家介绍的重点 新型的家庭形态 而今天的重点 我们就是要带大家看到 像这个样子 家庭形态的变迁 随着工商业社会 工作性质的改变 以及社会变迁 家庭形态也会更加的多元 不会只是我们前面介绍的小家庭 大家庭 以及折中家庭 那么有哪些新型的家庭形态呢 分别是两地家庭 顶客家庭 单亲家庭 隔代家庭 季亲家庭 以及新移民家庭 这六个新型的家庭形态 首先我们来看到第一种新型家庭 两地家庭 何谓两地家庭呢 我们可以先参考左边的图片 各位可以看到 因为工作或其他的原因 使得夫跟妻没有居住在一起的家庭形态 称为两地家庭 像这样子的家庭 通常只能在假月的时候 夫妻才能团聚见面 而台商的家庭 就是很典型的两地家庭 夫后期的其中一方留在台湾 而另外一方到国外去工作 第二种新型家庭形态 我们带大家看到顶客家庭 而何谓顶客家庭呢 它来自于英文字母 double income and no kids 所以呢 从这个英文字母 我们就可以发现 double income指的是 有双份薪水 双薪的家庭 而且呢 no kids 代表他们不生小孩 像这样子的夫妻所组成的家庭 就称为顶客家庭 而顶客怎么来的呢 就是根据这个英文字母 我们取它的第一个字 d-i-n-k 合成了dink 顶客 因此呢 像现在随着社会观念的转变 顶客家庭在社会上的比例 也越来越高咯 大家应该都认识 梁朝伟跟刘嘉玲 这对演艺圈的金童玉女吧 他们结婚多年 却没有生小孩 而夫妻两个人都有工作 就是很典型的双薪 而且不生于子女的夫妻 组成的顶客家庭 第三种新型家庭形态 要为大家介绍单亲家庭 何谓单亲家庭呢 指的是由父亲或者母亲其中一方 跟他们的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 称为单亲家庭 造成单亲家庭的原因有很多 比方说离婚或者配偶死亡 而举例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人物 像是周杰伦 杨成林 林一成等等艺人 都是来自于单亲家庭 接着我们来看到隔代家庭 指的是父母亲因为工作或其他因素 没有办法自己照顾小孩 唯有祖父母或外祖父母 来照顾外孙子女的家庭 就称为隔代家庭 因此呢 他又有另外一个称呼 叫做祖孙家庭 接着我们来认识寄亲家庭 何谓寄亲家庭呢 指的是单亲家庭中的父亲或者母亲 带着前次婚姻的小孩 再婚所组成的家庭 称为寄亲家庭 我们可以直接用图片来理解 而因为啊 他有这样子的特性 因此呢 又有另外一个别称 叫做重组家庭 最后一个新型家庭形态 我们带大家认识新移民家庭 何谓新移民家庭呢 我们可以直接用图片来理解 富货期的其中一方为外籍人士 像这样子的家庭 就称为新移民家庭 而因为这样的特性 他又有另外一个别称 叫做跨国婚姻家庭 举例来说 演艺圈很著名的例子 黄嘉谦跟他的丈夫 加拿大籍的夏克利 他们的家庭就是很典型的 新移民家庭哦 我们来看到今天给大家提到的几个重点 由于社会变迁工作形态的改变 出现越来越多的新兴家庭形态 不同于小家庭 大家庭 折中家庭 这样子的基本家庭 我们接着今天介绍的六个 分别是两地家庭 指的是因为工作或其他原因 夫妻没有居住在一起的家庭形态 还有顶刻家庭 Double income and no kids 双心不生育子女的夫妻 组成的家庭 称为顶刻家庭 还有还有单亲家庭 父亲或母亲其中一方 跟他们的未婚子女所组成的家庭 称为单亲家庭 隔代教养家庭 则是父母亲因为工作或其他因素 唯有祖父母或外祖父母 来照顾孩子的家庭 称为隔代家庭 以及寄亲家庭 指的是刚刚所讲的单亲家庭中的父亲或母亲 带着前次婚姻的孩子 再婚所组成的家庭 而新移民家庭则是夫或妻的其中一方 为外籍人士 今天给大家介绍了六种新型的家庭形态 不过啊最后我们要提醒大家 社会上不会仅仅只有我们课堂中介绍的这几种家庭形态 但不论是哪一种形态 都有它形成的原因 还有背景 家庭的组成成员跟人数没有绝对的好与坏 只要互信互爱就是一个温暖的家 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结束 台北市政府线上开放式课程 国中公民科制作团队教师 感谢各位的观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